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才看到顾结刚的一个毕业 不是 他叫葛兆光 葛兆光 顾结刚 不是 说错了 他谈 我想到这个名字 他也有一个毕业发言 他在毕业典礼上也有一个发言 这几个非常有意思 我发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在这个发言当中 致辞当中提到的北大的传承的英雄人物 都是谁 鲁迅 胡适 我查了一下的生年日月 最年轻的 想到顾结刚 就是因为最年轻的是顾结刚和傅思年 1896年是傅思年 1892年是顾结刚 1891年是胡适 这数字 这样你这样算下来 就不说什么鲁迅 蔡元培都更老了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当年1949年建国的时候 这些人最年轻的已经是年过半百 那我就在想 他们只提这些人 让我感到 那我们眼下这过去的60多年的北大 我们怎么看 这是我对他们致辞最大的一个疑惑 你是这个感触 对 我还以为你讲的是这个什么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又是一块 比如说刘振云的发言 致辞 你看他先说到 拿到通知书 他妈妈的表现 接着就拿到 接着就是吃豆腐 叫什么锅贴豆 锅他豆腐 接着是到同学家吃饺子 接着是他妈妈擦一样 赫拉飞 从头到尾 我觉得这不是北大精神 刘振云作家同志 可能会对我很不满意 我觉得这不是北大精神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想你是最锐利的一位主持人 所以我想跟你聊聊 这事我怎么看 锐利 太锐利就折了 太锐利就折了 我怎么看呢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刘振云老师啊 是个说话 有种河南人的幽默 讲瞎话 一本正经 对 他首先喜欢一个演讲 让大家觉得比较轻松 所以讲些段子 但是呢 段子里边有时候埋伏点杀鸡 对吧 你比如说我对他的这个 这个讲话的讲法 一个是念念同学呗 对吧 就是 但是这个里边呢 偶然又出了几句高大上 比如说 知识分子 是一个民族的探照灯 对吧 但是呢 知识分子如果是颓 说谁颓打蛇了 我还真不知道 孔一级 孔一级啊 他说鲁迅呢 塑造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 就孔一级 他说孔一级最后颓打蛇了 那颓打蛇了呢 你这知识分子就别 你就是这样蹲的矮 看的也看不了那么远 他那是隐喻嘛 我们的父亲母亲和这个知识分子嘛 但我觉得刘振云老师很有趣啊 我其实很喜欢他 因为我去年底的时候 还给他写过一个颁奖词 刘振云老师是那个 去年的中国年度三农人物 颁奖词 年度山农人物 这不是河南人物 三农 你看我这山农人 这山农人的普通话 这是不太适合上节目了 我盗你的 我盗你的 三农 对 我还给他专门写过一个颁奖词 当然刘老师不认识我 我其实看了那个之后 我这个感觉还挺好的 因为什么呢 我这个贫下中农出身啊 我这个出身特别低 所以我呢 就特别爱看成功人士的演讲 你总得知道那道是怎么来的嘛 所以这些年 我就看了很多的这个毕业典礼 看特别多 从这个可能00年到现在的 我可能看了十几年 世界各国名校的都看 看到后来就觉得很烦 因为大部分这个成功人士 他讲的那个 无非就是我们90年代地摊上 那个成功学的书籍里面 有的那套东西是吧 比如说著名的李嘉诚先生 在这个山头大学讲了十年 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是没有一句对我有启发的 但刘振云这种 我觉得是属于其中比较好的 为什么会觉得比较好呢 因为实际上他 你如果了解刘振云的话 你会知道 你哥他30年前才会讲这个话 我们这个民族最缺笨人 什么我们必须要有远见 就这几个词 刘振云可能说了好几十年 我就脑海中想出来 这个一个人他讲同样的东西 能讲好几十年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问题的一直存在 就是这一个作家 如果他过了30年 他讲的还是同样的话 要么是这个作家有问题 要么是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方面有问题 那我轻小于认为说 他讲的问题实实在在存在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很缺笨人 就是很缺那些实实在在的 这个大家都会说话 但实实在在 我能把这个事做好的 就缺这种人 刘振云呢 他从我们这个农村人的一个 很质朴的一个视角 从他奶奶到他什么旧 对吧 他讲的都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 但就是这个特别浅显的道理 大家都做不到 所以他特别的适合在北大国发院 一群即将成为精英的人面前 讲这个话 我刚好看的看法是相反 因为北大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精神 是一个阶层 就像你说它是一个特殊的阶层 当这个阶层被放到要和笨人看齐 或者你们都去做笨人 同时我这就是乱拉了 他又谈到空一级 你把这两个像是蒙太奇放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北大 我们今天看到的北大 和我们期待的北大 我自己不是北大毕业的 有人经常开玩笑 376分进北大 我差一点 我那个点是37.6分 差了这么一点 没进去 这是笑话 但实际上呢 都有一个 很多人都有一个北大的情节 那北大代表的 其实不是一个聪明人 要做一个所谓的精致的 立即主义者 这是过去十年经常出现的现象 但实际上北大的核心精神 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里 不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对北大的向往 不是说你的立即 也不是你的精英 也不是精致 而是北大代表一种民族精神 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民族精神 如果这个现代社会的民族精神 最后变成一个很笨的人 有一点这种笨的精神 插秧不抬头 割脉子不直腰 这我觉得他在把我们往哪引 如果这是北大精神的话 那这种兼容并包 就不是北大精神 实际上刘振云他这个讲话里面 就不光有笨人这个词 这个笨人呢 我们其实不应该理解成是那种 我认为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笨 笨也有高级 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特别的好的一个词叫远见 就是他其实回答了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他就说刘振云用的词特别华丽 我给一下没记住 但他意思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社会 特别缺有远见的人 所以我在微博上转的时候 我没有转大家都转的那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笨人 我转的就是他这个说我们应该有远见 这个这句话 我认为这个这个这个作家 他就说一方面我们可能要仰望星空 另一方面要脚踏实地 一个道理 不 他说这个这个笨和不笨呢 实际就是说笨反倒是有远见 一种大大事 你比方说这个说这个投机 说这说有人说这个投机分子啊 走捷径啊 在他看来好像中国80%的成功者 都是这种走捷径的 就是这哎 但走捷径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了自己 祸害了国家和民族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实际上我估计他所说的这个笨呢 一路插阳不抬头走到头啊 说的是说啊 有些事 你得下笨功夫 你比如做学问 你得下笨功夫 你不投机取巧 不为了一时之荣誉 对吧 或者利益 那你这个学问呢 才有可能做到一个高点上 也能够对这个所谓民族国家 有更长远的好处 其实他那个意思 我觉得还是说啊 就是说这个投机取巧的人 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是咱们这几年 好多知识分子的选择 对吧 那么大家都这样呢 探照灯 探照灯就变什么了 萤火虫了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曹老师 这个作家呀 他就是说话 都是寒沙摄影 旁敲侧击 对 他跟那个学者不一样 你看同样张维莹教授 这个演讲 就很感觉像是个学者之文 他拿数据 拿什么得出一个结论 你要攻击他的话 他漏洞也是明显的 那刘振云 这个你其实攻击起来的时候 他说我在说瞎话呢 对对对 这个你讲 刚刚我就想加一句 就是葛赵光说到 这些可以检索的叫CS 什么什么 SCI 这个数据没有意义 实际上没有意义 那么你像投机取巧了 或者走捷径了 实际就是走这些 所谓的假的学术数据 他强调这一点可以 但是仅仅是工匠精神 仅仅是笨 仅仅是苦干也不够 还要加巧干吗 不光是巧干 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 你说他是开玩笑 你说他是隐喻 你说他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在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 虽然说了十几年 但是其中有一点取巧的 问取巧的因素在里面 他不够像他提到鲁迅 我觉得他没有鲁迅的那种犀利 一针间歇 没有讲到核心的问题上 就您的意思是 他其实他是精致的力气主义者 他我没有这么觉得 我是觉得他想说的 他没有真正说出来 他只好像讲故事一样 讲了这个讲了 那你去体会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 讲的是一种北大的这种关系了 这种北大的自豪了 其实我觉得 那么你认为他应该讲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在影射一种 我们对北大的这种怀念 好像不在了 因为他前面提到的鲁迅也罢 胡适也罢 蔡元培也罢 这些都不是跟我们很接近的人 刚刚我开头就说到 他们的生年日月 就是这些人都是民国的人 代表我们这个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真正的北大精神的人物 在哪 就是我有一个 就是我明知道 就是非常错误的思想 但是呢 这的确是我呀 就是看事看人的 一个一个基本点 也就反映我这个人呢 比较蜀目寸光 你知道吗 我呀 不太相信传统啊 荣誉啊 这类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们原来武汉大学也是这样 我觉得啊 这是百年名校 说实在话 我也不为此骄傲 因为我觉得百年名校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八五级的学生 到我这来 就是你就老师这个 我有运气好 我就碰见这个郝老师 我很感谢他 就北大也一样 我就觉得什么 你比如说什么传统 梁启超也好啊 陈云雀也好 那是清华的 那是清华的 所以你看我都闹不清这些 我根本就觉得北大 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就你明白吗 我真实的思想 就是在于 五四时候的事 对不起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 我觉得你们拿那个吹牛 我也看不上 有本事 自己今天拿出来点东西 给我瞅瞅 我敬佩你 我一小市民 说实在的 我真实的一个观感 我是就比你年轻一些的小市民 所以我的想法要更极端一些 我不但对于现在强调民国 这个我不感冒 我对于强调八十年代 我也不感冒 我是不敢轻易表达这个观点 因为实际上 现在掌控话语权 是经历了八十年代的 大学教育的这帮人 然后呢 这个当大家这个说 无论是这个稍微 某一派的这个知识分子 说这个闪开 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啊 还是我们这个 包括我们扎建英老师 还写过八十年代访谈录啊 等等 这一系列 我说实在 我翻完之后 我心里是无感的 我非常同意你这个八十年代 昨天我在山东 做一个演讲 我就就是觉得 我说了八十年代 八五新潮是什么 八十年代是什么 八十年代是在中国人 很多人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 看不到海外的信息的情况下 各精英大学有条件 给学生提供一些素材 于是他们就抄了 借了 剽窃了 给在用 套了一点中国的意思 表示要争取一种文化的自由 那个就是八五新潮 他的新 新在于中国没看过 在国际上一点都不新 我完全同意你 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抄袭剽窃而已 对 那么再回到 你在笑我说的 没有没有 是当刚刚我其实 刚刚想打断 你那一大段话 对北大有什么 我就还在想 回到刘振宇那句话 就是他母亲 割道子也罢 麦子也罢 不抬头 我就想问北大 有没有一个人 十几年坚持做一件事情 一直做到全世界有名 比如咱们文涛 我再来 我还是刘振宇说的了 我做了十九年了 我就是做一件事 你还一直 一直有远见还 但是我做的不好了 不但低头割脉的 还有远见 对我就是一直 没太阳 一直做了十九年 主持人里的笨人 笨人 我就是笨 他说的笨人 我不同意是笨 我就不同意这个笨子 高级笨吗 这不是高级笨 这个不是笨 这是一种坚持 这是一种制作 知识分子是要有这种制作的 而笨人常常没有这种制作 所以我不同意这个笨子 知识分子有像你这种 像你这种 有远见 有坚持 我看得比别人远 三步起 五步起 五步我不知道有谁了 我就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当世界都认为我错了的时候 我不认为我错了 我坚持下去 即使错了 也错在一个 我有坚韧力 这不是笨人 就是当年杰克开罗亚克 那句诗是吧 那些被人家嘲笑 那个想要改变世界的人 他最终真的改变了世界 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 就是您刚才说的 其实我觉得 我们大家说的一回事 就这个远见这回事吧 我今儿还恰好有话可说 因为我上午去听了 那个尤瓦尔赫拉利的演讲 他不是写两本书 未来简史什么的 一本人类简史 一本未来简史 这个呢 就把这个从人类 有人类以来 一直到没人类 说完了 我觉得可能全世界 你再找不到一个人 比他更有远见了 但是他一来 他也是来中国 一场场的演讲费啊 这个一场场的采访啊 是吗 还不便宜是吗 那当然 应该是不便宜的 总学的 这钱也没给我 但是我就觉得吧 那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远见 这个词 其实有时候特别坏 就是好像说 一说这个 我们一呼吁 一提倡远见 好像说这大家都没远见 我觉得 我们可能还真不是没远见 有远见的人多了去了 这个远见 我刚刚想到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谈这个话题 就是葛兆光 在他的演讲当中 提到刘振宇媒体 当然完全不一样的演讲了 葛兆光就提到 春云雀在他晚年的时候 或者是在他的一生当中 曾经提到过 看到中国研究史的人 跑到日本去学日本的研究 然后带回中国 他感到很痛心 研究中国史 从日本借鉴研究中国史 他感到很痛心 再说一个清华的梁启超 1905年要建立中国的新史学 现在1905年都过去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我们中国的新史学也没有 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 大批量的翻译海外汉学 不加筛选 不加分析 海外汉学对中国的偏见 居然横行中国 我们以后看中国 是要用海外汉学 对中国有偏见的眼光 大家知不知道 海外汉学对中国的偏见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曾经有人跟我说 要给我报什么 哪个学校的什么 但是呢 要按照海外的这种评价标准 我说我是人文科学 你别给我报 海外的评价标准 如果我在西方 不是我欢迎的呢 如果我在西方坚持的是 中国的文化自主 我不是这种自我知名 每天就抱着西方的大腿 捧着他的文化臭脚 认为是至高无上的 那我在海外 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如果这样的学者 在海外还是相当多的 对您说的这个 以杨维刚 其实这几年 国内学术节开始反思 我有一个朋友 是那个社科院的 这个考古所的许鸿 他是那个 二里头考古队队长 我觉得他说一个话 他说特别好 他就说 我现在啊 我就是这个 我挖出什么东西来 我就用这个东西 我来判断 我用这个东西 去推测我们的历史 我再也不会去 比如说历史上有记载 或者别人说了个什么 我去挖东西找证据 可是你知道 全世界有多少上股学者 联手反对中国的下工程 下断带工程 二里头就是 下断带工程的一个重要 到底有没有下 有没有下 他没有下 他没有下 汉学界还是有个问题 他没有下明确结论 现在明确结论 咱们证据还不够 在没有证据的时候 西方一口同声的 中国没有下 那是传说 那我说特罗伊战争还是传说呢 最后西里曼不是也找到了证据吗 在你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就下结论 这就是不严谨的一种学术方式 那我们要是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就下结论认为 我们有下朝 这个严谨吗 也没有说我们有下朝 我们有这个传说 有这个传说 我们一直有这个传说 这个传说 它不是一个随意就编出来的 一定是空穴来风 我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曹老师学文大 把一个刘振云很大众形的讲话 说到了这么深究的 终于到考古了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我这个见识前 但是我讲一下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呢 就是说 你们对刘振云啊 可能还不太了解 就因为他上过我们节目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得知道这个 做就所谓作家之文 和学者之文 它是不同的 而且呢 有的时候啊 这个作家讲话呀 你不能太当回事 对 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或者说衍生意 你弄不清 它是说什么的 要不说 比如说 就像有些人就是讲 你比如我就看 有些人对我们 枪枪三人形评论 我就发现这个评论呢 你要让我幸福得是什么呢 哎 就过去 比如说有个成语 叫周郎故曲 你知道吗 就是旁边乐师在弹琴 周瑜通音律 弹错了一个音 周瑜回头看一眼 周郎故曲 你知道那个弹错的乐师 会感到高兴 因为都听不出来 他听出来 这说明你知道我在干什么 你知道今天的有些电影评论 或者说一些评论 你会发现呢 哎 您说这个苹果 你不能 比如说 比如说你可以说 为什么你这个苹果不是梨 我明明是个苹果 你说你为什么不是梨 你这个评论呢 就难以让人幸福 我为什么讲 刘正云就讲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枪枪三人形啊 比如采集于民间的聊天 我发现倒是刘正云有一次来啊 说出了我们的精髓 他就说啊 他说中国人聊天啊 有个特点 你发现没有 我说什么特点 他说啊 就是本来在聊这件事吧 聊到最后就聊成了另一件事 哎 我说这是我们节目的特点 这是我们农民阶级的特点 我们农民阶级 就是跟你说一个话的时候 哎 我跟你说一中午 说一中午 其实我最后 我那个意思是你家多占了 我真是这么一小块地 但是呢 我就一直在跟你课谈 哎呀 你家孩子上学了呀 你真是种的地不错 所以为什么我说 刘正云这个演讲 我看了看 很符合他的这个路子 其实你也可以说 他说了些什么 但是你也可以说 他没当真的说些什么 但是有一点 我倒是觉得 说的倒是挺实际 就是你比如说 他讲一个木匠 三天干出活来 和六天干出活来 就是个时间嘛 其实你想想 中国人当中 多少偷鸡取巧的人 差着差在哪 我倒觉得 他有个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认为中华民族 不是远见的问题 恰恰有远见的人太多了 有什么远 你比如说 就像你刚才说 你说我做这个节目 做了19年 那是因为我有远见吗 恰恰是因为 我没有远见的 我有远见 我现在早就不定 改换了多少门庭了 我有远见 我就可以做 更大规模的节目了 我是没有远见 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出息 有个记者跟我讲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爸就是这样 一辈子在水泵厂 天天上班 也不能说明 我工作水平有什么多高 除了这个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的很多同事 他们很有远见 早都创业成功了 那这是有远见 还是没远见 我这都听不出来 对同事是夸是扁 是夸呀 是夸呀 我要有远见 我比现在混得强多了 曹老师 我没远见 钱也没挣够 你听到我用远见了吗 我用的是制作和坚持 没什么远见 我没说远见 就是你有一个坚持 这不叫笨 我强调的不叫笨 我也没强调远见 我就说一个人做事情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制作 咱们再回到刘正云 刘正云说的就是 一是不抬头看前面 别人都是抬起来头 看看还有多远 我能得点什么好处 我可以跳槽 我可以喝口水之类的 这种有远见的人 就去做别的了 那你是低着头在做 我也不觉得你是 就纯粹低着头在做 而是我觉得 你认准了这件事 而且一直在坚持下去 我想中国缺的 实际是一件 是一个精神 就是北大强调的 也是一个精神 一个文化精神 认准了这件事情 不管周围人 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坚持做下去 我有一个认定 我有一个自着的 坚持下去的精神 所以这我就用你做个比喻 北大 你刚刚说 你觉得北大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这么想 让我排一排 在顾杰刚 赴斯年之后 我排不出像样的 让我时刻都可以引用的 这些名句 那人物我也排不出 我倒宁可排这个坚持 十九年 对 我就说这个北大 就是我这个地方 跟您打成一致了 我真觉得 就是有的时候 一个名字背后 是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一百年前的北大 和今天的北大 这个共同体的人 需要拿他来抬自己 你不觉得刘振云 实际说的就是 北大今天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这意思啊 那不就是完全另一帮人 这个都为什么 戴个假帽子 你北大怎么了 当然我当年也是 因为考不上北大 可能有点羡慕 激动讯 这也是个 但我们承诺不黑五大 对对对